欲家暴如何自保 换电话 搬家 申请保护令 台中一名大楼管理员 为了一千两百元和一个便当 竟将大楼管理词扣交给一名家暴男 让他侵入前妻住处 专家提醒 遇上这种恐怖情人 应切断所有联络方式疏离 另一方面更改脸书等账号密码 帮孩子办秘密转学 提醒亲友 避免泄露行踪等 此外 平时出入 应注意是否遭对方跟踪 若对方真的找上门 绝对要避免激怒对方 还有其他人帮你做个报警 动新闻综合报道